大S闪魂之君夜 魂后首PO文 晒出两张鸡尾酒照片 还偷偷藏了爱的密码 殊不知在他们两个人 岁月静好的同时 全台湾媒体可是通通动起来 就是想要捕捉这些点滴瞬间 从之君夜下飞机的那一刻 相机快门声没有停过 出关前的PCR检测 到正式出关 大批媒体下午就开始守候在饭店 经过漫长的数个小时的等待 这台黑头车呢 已经往这个饭店的地下车道 往下开了 到底是不是要再继续的这台车呢 终于在深夜等到欧巴现身 上演一场采访生死痘 小心小心 每个通讯好吗 我们现在要车子上了 因为在下坡 这边有两位 危险 这样撑不上来好不好 先上车子不好快 走前面 他怎么 后面有脚架 后面有车 后面有车喔 等一下等一下 等一下 没事没事 后面有车 后面有车 撑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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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了解的 最近看不到后面有车子的 快撑到 在防疫继承车终于开走 各家媒体也纷纷跳上车 驱车前往大S的信义区豪宅 好 我们的摄影大哥非常辛苦 为了要捕捉这个画面给大家看喔 好 其实请线上的观众朋友们 继续守候在我们的这个线上 感谢我的摄影哥还有我们的这个采访车这个大哥 哇 现场还有这一群那个媒体手在这边 哇 我的眼睛眼睛已经张不开了 这个媒体这样 刷刷刷 他这个车已经开进去了 大家好 今天出差第三天 然后现在正好下午没事 一个人这个喝一杯享受一下海边的日落 很漂亮 汪小菲特别热爱三亚 不知道他在享受这片宜人海景的同时 是否有想到他和大S结婚时的一片混乱 当年大S公布婚训之后也是什么都不说 媒体只好一路猜猜猜跟跟跟从台湾飞往三亚 到了机场就祭出200名保安人员外加封锁线 这阵仗相当不一般 大批明星们进出机场 大S混在亲友团中避免曝光 大批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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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五星级饭店 层层借户 不得其门而入 沙滩被沙网 栅栏 层层包围 完全就是一个保密房碟 没想到整场婚礼 最后被汪小菲的座上宾 桌湖创办人张朝阳 全程开直播放送 让一票台湾媒体傻眼 居妈妈只好哭哭 出来换家 结束这荒谬的一局 积元的委屈就是妈妈的委屈 大家都很开心啊 你不觉得吗 好 我肯定 好像不开心的只有我 跟我老公吧 妳們那也被丢下去了吗 我是连后面那个阶段 我都没有参与 OK 然後那個還有什麼 請的伴郎來吐到 婚禮还没有开始 伴郎就已经把整个旅館房间 吐到 全部都完蛋了 而且还有那个 超厉害的魔术师 但我只是请他来当那个嘉宾 他以为自己会被Cue上台表演 所以他就是随身都藏著一些蜜蜜 然後最后被丢下游泳池之後 游泳池就飄出好多复刻牌 因為那天要做的事情真的太多了 我光是把家人 叫上飞机上面 然後就已经快崩溃了 然後又很多媒体在追杀 所以那时候已经 就是很紧急的状态 结婚的时候也没有戴任何的首饰 然後也化非常淡的妆 北京的婚族是不要求戴黃金的 在北京其實一般人的婚礼 是办在中午以前 就是他们是吃中饭的 所以差不多10點客人就要入席 然後差不多1點大家都會喝掛 然後就回家 那我老公呢 他就 然後也要穿金戴銀啊什麼的 所以我老公他就不想是 傳統的婚礼 那我呢 是想要只有 就是十個朋友吃個飯 也不要穿禮服 也不用化妝 也不用穿高跟鞋 這樣就可以結婚 OK 所以呢 就只好折衷到 不是北京也不是台灣的地方 就去了另外一個台灣的親友 北京的親友都可以去的 三亞 就在那邊結 然後我老公也是想要 那個海邊的夢幻婚禮 我跟他說 然後妳如果說妳是可以 因為我幫妳伸縮 然後呢 對 然後老公就說 我們一輩子結一次婚 難道妳不能完成我的夢想嗎 然後我就開始每天祈禱 希望他下雨 好可怕 結果呢 那天運氣好的事 雖然沒有下雨 可是是一個大陰天 而且刮了大風 然後我的婚紗呢 就是一件平口非常簡單 比較飄逸的 然後那個風就把我的婚紗 一直往後飛... 然後頭紗也一直往後飛 那我爸爸就掺著我進來 他就要放手把我交給我老公的時候 他就被捲在我的婚紗裡了 然後因為... 這個就這個風 這個時候還不是最大風的時候 然後妳們知道 當新娘都會有一個惡夢 就是很怕妳走到一半 妳的衣服會掉下來啊 或是被誰踩中啊 然後我那時候想說 完蛋 我的惡夢成真了 我的禮服被我爸捲進去 我待會就會整件流轉 然後我就直接打 然後我心裡就想說 死定了... 然後呢 就還好我爸她 就最後掙脫了婚紗 掙脫 結果呢 後來就到賓客區啊 走入賓客區 開始我三姑媽 那些三姑六婆們 就很興奮的就... 就一直拿那個花灑在我身上 然後我就繼續前進 冷靜的前進 前進到一半 我會發現我動不了 結果用余光一看我三姑媽 整個站在我的那個裙子上 然後我就想說怎麼辦 還好因為我妹平常都跟我很有默契 我妹就對抗我 她就看到我眼神不對 我就一直跟她這樣看 然後我媽一看就說 三姑媽 妳站在我妹妹 我覺得什麼啦 就把我三姑媽趕走 然後我就順利的走到了舞台上 然後走在舞台上呢 我老公就是要有一個 很浪漫的那個花形柱子 可是因為風非常非常非常的大 那個花形的那個柱子 就要被吹走 我就看到有四個壯漢 抱著那個花形的柱子 然後就非常痛苦的抱著那個 我當場真的要笑出來了 那場景好幽默喔 然後那個婚紗 她就一直這樣往我老公臉上捲 打她把整個粒子把我老公捲住 最後我就索性的 把婚紗拿下來就這樣一丟 然後再繼續婚禮 真的 有很笑的 好慶幸喔 那個場景有點悲壯 沒有 因為風一直吹 很像是要去刺殺秦始皇是不是 身和風消都吸入都 然後我們看到她這一張呢 也是偷拍的嗎 是不是 這一張是那個 陳建州幫我捕捉的 因為她是我唯一授權 可以拍照的人 這個是我第二套婚紗 就是在吃飯的時候穿的 然後它就是比較長 然後一層一層的 對 穿起來也是很舒服 我們那五個女生當中很... 這是我偷拍 這一張是康永哥提供 沒有 這一張的狀況呢 一張是我進到休息室準備說 把警棍拿出來 是說 叫他們不要拍照 非要拍 警棍拿出來 教訓他們 然後大家都說 妳是新娘 妳是新娘 妳是冷靜... 我當時 我跟小孩子 走進她的那個閨房去 然後我就看到好漂亮喔 坐在床上 然後這個裙子整個褲到這樣 我覺得好漂亮 然後她就在那邊抓狂說 然後手上還拿著相機 然後我就想說 我就拿著我的手機 然後我就想說 反正我也不去拿警棍 我就... 可是拍了以後我就 不敢講用 總之這場最後 以離婚收場的世紀婚禮 被網友戲稱是 當年最精彩喜劇片 我們祝福沒開二度的大S 也希望她跟歐巴甜甜蜜蜜 趕快出來放閃給大家看吧 不要再讓媒體們 痴痴的等了